感谢主 我们上礼拜 我们领恩布道会 刚结束 有这次的领恩会当中 其实不管在 圣经的道理上面 还是信心的建立上面 我相信大家都 得到很大的造就 那这次的 领恩布道会 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同工 与同在 让我们更确定 神就在这里 神真的在这里 这一次有 有四位领导者 收洗 那这收洗的过程 当然有可能每个人的 历程都不一样 那也有一位 就在外面看来 真的是神的带领 真的是神迹 因为他有 上一次就想报名收洗 那因为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春季的时候 就没有报名收洗 那这一次秋季 领恩布道会的时候 他就一直 一心要收洗 但是他原来的事情 还没有解决 那就 就尽他自己的力量 一直要去把他 这个事情 把他解决掉 但是就是 一直没有办法处理 那后来 他就心里这样想 反正我就是要收洗 我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就不管了 这个事情 我就交托给主了 主要说 我要成为你的儿女 这个事情 我就丢给你了 就是这样子 在受洗前三天 突然他的事情 就不费缺费之力 就解决了 他觉得太奇妙了 神的带领 所以也让我们看到 你只要有依靠了心 神都会亲自带领 那另外 这一次也有 总共有五位得到圣灵 那 有一位小姐 她是 我们步道会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 大概晚上 十五点钟的时候 经过这里 她就看到我们门口那边 有摆圣灵月刊 她就拿了月刊进来 刚刚我跟传道在那边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五点 五点开始祷告会 那个时候还没有 那她就问传道说 我可以拿这个吗 这个来看吗 传道说可以啊 后来就跟她谈 就跟她谈 圣经道理 原来她还在找教会 她就突然 她说她骑摩托车 就经过这条路 就看到 这间教会 就看到圣灵宝 就下来 就这样子 这过程 后来传道就 鼓励她晚上再来教会 祷告 那那天晚上有来 隔天又鼓励她来 结果得圣灵 其实 她对我们教会的道理 也根本就是很陌生 也许以前有去过外教会 有去听过 但是对我们真教会的教育 信条 其实都还是很陌生 但是神就亲自带领 其实很多很多事情 当然这是一个恩典 那最最重要 我觉得有时候神会借由 这个事件来激励我们 做工的心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做的事情 有没有果效 我说这样做对不对 都不知道 但是常常 神会借由一些事情 来让我们看到 神一直不断地 在激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这里有神 神跟我们同战 感谢主 那我们依照我们 读经进度 今天是读到 约书亚记第十四章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 我们一起来练过一遍 第一节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 所得的产业 就是祭司 以亚撒汉任的儿子 约书亚 并以色列各支派的组长 所分给他们的 都记在下面 是照耶和华 借摩西所吩咐的 把产业研究 分给九个半支派 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 已经把产业分给 那两个半支派 只是在他们中间 没有把产业分给立位人 因为约书的子孙 是两个支派 就是马拉西和伊法连 所以没有把地分给立位人 但给他们诚意居住 并诚意地交业 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 安置他们的财物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照样行 把地分了 那时有大人来到吉甲 见约书亚 有基尼洗竹 约伏尼的儿子 迦勒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 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 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第七节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从加底斯巴尼亚 打发我窥探这地 那时我正四十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当日摩西启示说 你脚所踏之地 并要归你和你的子孙 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 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啊 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真战 是出入我的力量 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 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 亚那族人并宽大坚固的臣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战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约书亚为耶和女的儿子加了祝福 将西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西伯伦做了喜足 约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 直到今日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从前名叫西列亚巴 亚巴是亚族中最尊大的人 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阿们 这里一开始 十四章这边讲到 约书亚跟祭司以利亚撒 还有各支派的组长 他们分产业给这九个半支派 当然是照着神 吩咐摩西的 这样去分这个产业 在这同时我们看到 犹大支派约弗尼的儿子加勒 加勒出现了 这整个十四章我就看到 一直不断地看到加勒这个人 他加勒出现 他来寻求他的产业 这里有提到 耶和华借由神人摩西 应许给他的产业 这是神应许给他的 他这个时候在分产业的时候 他来跟摩西要这个产业 那在这十四章当中 其实我们不断地看到 在这十四章有看到 我专心 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有看到三次 不断地看到了 这一句话 那 第一次是写在 第八节这边 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那第九节的 后半段这边也有提到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那还有一次是 在十四节后面这边 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那他今天来寻求这个产业 寻求这个产业 是神应许给他的 为什么神借由摩西 神人摩西应许给他这个地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神 的一个 得到的一个好处 也可以这么讲 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看这个十四章的时候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佳乐 我突然脑袋中有一个 有一个画面出来 好像看到那个巨人浩克 他85岁了还那么强壮 还可以去打仗 他这里讲说 他40岁的力量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他40岁就去征战 是很强壮的一个人 而不是说40岁那样子 那就保持得很好 维持得很好到现在 他40岁就很强壮了 现在85岁还很强壮 那是不得了 我看到有一些老人家 六七十四岁 六七十四岁就卡嘛 就不能走路了 他85岁还这么强壮 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强壮 我觉得当然神的看守 当然是很重要 但最最重要的是 当然我们本身也要尽本分 也要尽本分 他因为在这当中 第十节这里提到 第十节这边有提到说 后面这边写到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这45年 那他觉得这45年 他能够存活这45年 是因为神的应许 那神的应许 也要给他产业 那当然他就抓着这个应许 他就凭着信心 很重要的是 预备自己 怎么样预备自己 当然在旷野这40年 我们看到百姓 神很大的恩典 给百姓的衣服 没有换一件 没有破掉 鞋子也没有换过一双 没有坏掉 但是人 第一代的这些百姓都死掉了 就只有三个人 很长寿 摩西到120岁 眼睛还没有昏花 还看得很远 在那山上看到迦南地 甚至看到300多公里一远的地方 那约苏亚也活到110几岁 还在带领百姓 所以可以说身体也都很强壮的 那这加热更不用讲 85岁还可以打仗 那我是觉得 他怎么样预备自己 他是随时在武装自己 训练自己 装备自己 像上礼拜 因为我跟人助 几个童林 有去曼走 去做一些运动 那上礼拜就 上礼拜联恩会嘛 所以就请假 就没有去做 但是其实练这个核心 练这个肌力 是这样子 你只要两个礼拜没有练 以前你练得再怎么样 其实都消退了 肌力都消退了 所以他能够从40岁到85岁 能够维持得这么好 除了神的恩典之外 他本身尽本分 去维持 去锻炼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当然他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就这里整个14章写的 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神 另外就是 神有给他应许 那在这14章也讲了三次 神给他的应许 所以他就抓住这个应许 所以他武装自己 预备自己 那所以等到 他这个时候 约书亚他们分产业的时候 他就要来跟他要 要他应得的产业 那他要的产业是哪一块 在12节这边有提到 求你将耶和华那 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 那里有亚那主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 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这里提到说 他要的 神应许他这一块地就是 这个三地 就是后面写的 就是西伯伦 后来改西伯伦 这块地 那里面住的是谁 就是亚那族人 当初他们45年前 他去窥探那地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们 其他十个探子看到他们 哇 这些巨人 我们跟他比起来 我们好像是炸猛 那十个探子吓死了 我就报恶性 但是他跟约书亚 他们还是很有信心 他说我们应该继续 夺取那地 但是后来百姓 就没信心 不敢进去 不敢进去之后 你看到85岁了 加勒 45年之后 他要这块地 他这里有讲 如果耶和华神 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战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也许他要证明 给那些百姓 之前那些不信百姓看 就是靠着神 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那最后 第15节 于是国中太平 没有征战了 他就把他们 征服了 那这块地 西伯伦 从前名叫 激烈亚巴 那这亚巴 是亚纳祖宗 最尊大的一个人 那激烈的意思 就是尘世的意思 所以其实这一个地方 就是为了纪念亚巴 亚纳祖宗 这个尊大的人 而盖的一个尘世 其实那个地方 你要拿下来 应该这样讲 是很不简单的 很不简单的 那因为有神的一个应许 所以今天 他就把他们 全部都赶出去了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专心 跟从神 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 我们今天 也都受洗了 我们今天 也都来教会聚会 我们也都来守安息日 我们都有跟从神 那有没有专心 所谓专心就是 不分心 那常常我们会 常常我们会分心 那分心 你就没有办法专心 那怎么样会让我们分心 就外在的环境 外在的人事物 等等 很多事情会叫我们分心 会叫我们软弱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专心来跟从主 那天圣餐礼的时候 我端那个 葡萄汁 那我就到 到那个二楼 幼幼班 到幼幼班区 你知道平常 幼幼班那边是相当相当 相当草的 那我端上去的时候 哇 全部 静悄悄的 很乖 都乖乖地坐在那边 那有一个小男生 平常在会堂里面 是横冲直撞的 叫不听的 那天我看到他 哇 毕恭毕敬的 两只手这样子 哇 很谨慎 很专心这样来拿 那个葡萄汁 拿了之后又 哇 很专心地拿回去 口罩还忘了拿下来 我还帮他把口罩拿下来 老实说都不能动 等末导完了以后 一起末导完了以后才能喝 那啥呢 我想这个小朋友 我认识他好几年了 第一次看他 这20秒钟专心 平常都是分心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专心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专心是很不简单的 尤其我们要专心跟从祖 这整个一个历程 是相当相当不容易 何况你看佳乐 一辈子 我们可以讲说他一辈子 他40岁就代表他们那一族 去龟探 那为什么可以代表 因为表现得很好 他从年轻就专心跟从祖了 从信主就专心跟从祖了 直到现在85岁还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来借尽来 值得我们在信仰上来做一个省思 那今天其实我们谈到这个信心 这个信这个字 我们如果把它拆开来看 就是人言 那这意思就是说 听到别人说 别人说我们还没看见 就相信 那这叫信心 那在西伯来书11章第1节这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虽然很熟悉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 新约322页 西伯来书第11章第1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实底就是有把握的意思 那确据就是肯定存在的意思 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 我们有把握 对未看见的事情 我们肯定它的存在 这个就叫做信心 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边 他也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要他们行事为人 都要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那我们当然俗话说 眼见为凭 其实 有时候我们眼见看见的 我们才要去相信 其实那不是真的 而且当你看到你才要去相信 那就不是信心了 常常我们眼见看到 我们会自以为是 其实不一定是真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师大卫魔术 一部坦克车在莫斯科广场那边 一块布盖着 一下子整个战车不见了 怎么可能 但是看起来就像真的 就是不见了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的 所以有时候 忠实你眼睛看到 也不一定是真的 像这个魔鬼 他也会装成光明之子 来欺骗人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小心 同样这一章 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的第六节 第十一章第六节 这里谈到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尝试 那寻求他的人 我们到神面前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而且 我们要相信 他会赏赐 寻求他的人 凡寻求的必须见 所以人无信 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当然你就体验不到 你不相信 没信心 你就体验不到神的恩典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 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祭司抬着约会 他们是凭着信心 脚踩到水 水里面去 而不是河干了 他们才踩下去 他们是水很穿急的时候 脚踩下去 水就干了 这个就是信心 我们知道大卫的故事 当非耶稣人跟以色列人 在以拉谷两军对视的时候 哥利亚 那个巨人哥利亚 就是我们刚刚讲 亚拉族人的后代 哥利亚 身高将近三百公分 他出来骂政 连续四十天 扫罗跟以色列那些部队 众人 极其害怕 惊慌 没有人敢出去 甚至有些还逃跑了 逃兵 那个时候就有了 有些还逃跑了 那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一定也有人为这个事情 在祷告 祈求神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 表现出来是 完全失落信心 完全没有信心 那在这个时候 少年大卫 那时候才十来岁的大卫 他挺身而出 他看到那种情况 哥利亚在那边骂政 骂他们所敬拜的神 他就跳出来 他说 这个非耶稣人到底是谁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政 而且还骂我们所敬拜的神 结果他就跟扫罗请因上阵 要去跟哥利亚战斗 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其实他的信心是来自于 当他在牧羊的时候 神曾经救他脱离狮子跟熊的爪 他曾经徒手打死熊跟狮子 所以大卫相信 同理可证 神必定也会救他脱离哥利亚的手 那后来我们看 果然他把大卫就杀死了 哥利亚 其实有这个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 神做事的一个法则 就是他要我们先相信 神才会做 我们跟神所求的 必须我们先相信 他会成就 他能成全 但很多人是这样子 要先看见他的作为之后 我才要相信 那这样子 你就得不到神的恩典 我们天母教会 我们礼拜天都有泡咖啡 那咖啡很好喝 那个 那个茴肝 是在舌尖 舌中 还有舌尾 那有这个 你就可能 哇 那个 是很有层次感的 那还有一种喝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还有一种喝咖啡的一个方法 那听起来可能很好笑 真的是 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就是把整口咖啡含在嘴巴里面 就像在刷牙 在漱口这样子 这样子 听起来有点那个 但是当你这样 用这种方法去喝的时候 你整个口腔 就会充满浓郁的香气 久久不散 而且那个 你会发现 你的口腔那个 味脸那个神经 整个在跳动 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咖啡 有很多种层次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 每个人程度也都不一样的 有的根本就是不信 有的是小信 甚至有的是迷信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确信 要坚信 我们先翻译一段 一段经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 十四节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第九章十四节 第九章第十四节 这段记事 我们大家都应该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这里是记载 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 他父亲带他到 他父亲带他来找耶稣 耶稣的门徒 要求把那个鬼赶走 那结果门徒赶不出去 那后来 那个时候 主耶稣不在 那门徒赶不出去 后来 主耶稣下山之后 来到这个地方 就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那从整段这个记事当中 其实 我们发现 里面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 一个信心的表现 在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这边说 耶稣用很感慨的口吻说 不幸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这里说的 不幸的世代 这里指的是两种人 第一个指的是 这里写的是 犹太人跟文士 犹太人跟文士的不幸 指的是他们 在第十四节这边 第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这里就提到 文士跟他们 他们指的就是门徒 在辩论 那他们在辩论什么 虽然圣经没有写 但我们去猜测 我们也应该知道 文士是在质疑 门徒赶鬼的权柄 那其实文士赶鬼 文士质疑 主耶稣赶鬼的权柄 这在前面 马可 我们看一下 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 马可福音第三章的二十二节 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 他是被别西普附着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这里文士曾经质疑 耶稣赶鬼的一个权柄 所以我们在这十四节 九章十四节这边看到 文士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就是在跟门徒辩论 在质疑他们 你们这些门徒 根本鬼都赶不出去 所以 我们再看回来 第九章的十八节 第九章的十八节 这里我们看那个后段 十八节后段 我请过你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这里就是在辩论 此以表面 此以 那个表面上文士装着 很关心 这被鬼附着的一个小孩 他好可怜 你们怎么没有办法 帮他把鬼赶出去 其实他们内心 确实很高兴 你们看 这些门徒 还奉耶稣的名 要把鬼赶出去 你看赶不出去吧 其实他内心是高兴的 那表面 我就装着 这小孩很可怜 你们怎么不帮他忙 把鬼赶出去 这就是文士 其实我们现在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有时候 碰到不同信仰的人 有时候也是会用 言语来刺激我们 或是用一些 非理性的态度 来跟我们辩论 辩论我们信的信仰 那像我记得有一次 领恩布道会的时候 那我就带一些福音工人 到那个石牌 公园那边去发福音传单 那就很多老人家 很多人在那边下棋 什么的 那我就一个一个去发 那其中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站起来问 谁是耶稣 我不认识 那神 神在哪里 这样反问我 哪里有神 你有看到吗 问我 你有看到吗 有几话看 在哪里 其实他这样对呛 其实也不知道该跟他 怎么讲 我知道在挑衅 因为他看你就 耶稣爱你 我们就这样讲 这样发 他就听了有点那个 就是跟你挑衅 结果 我就笑笑 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有机会来教会 来我们教会听福音 他手就往那个 他拿一个手提袋 手就往手提袋里面一伸 就拿出一把老虎拳 我吓一跳 我想 就这样讲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你干嘛要动出 那老虎拳拿起来 你知道 我就往后跳了一步 当然不是很明显 我就有防备之心 我想算了 哇 你这家伙 发个传单给你 你就拿家伙 这样子 结果你知道他干嘛 他那个老虎拳拿着 另外一只手拿 槟榔 就是用老虎拳去夹槟榔 把它搅脆 我一看原来 他牙齿掉光了 掉光了还要吃槟榔 怎么吃 就把那个脚脆 用吸的就塞进去 就吸那个汤汁了 感谢主 我想有人吃槟榔 吃到这种地步 我感谢主 还好不是要动出 吓我一跳 为福音受害 差一点 那我刚刚讲到 不信的世代指的是 犹太人跟文士 那另外 在这里主耶稣指的 就是门徒的小信 我们看第28节 第9章的28节 28节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就问主耶稣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 那同样四福音这边 有一段 在马太福音 同样这个记事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 这里比较清楚 马太福音的17章 19节 马太福音第17章 第19节 19节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20节 耶稣说 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 这里我们看 马太福音这里 同样这段事情的记载 就更清楚 那这两段 经节都提到说 门徒暗暗地问耶稣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些鬼赶出去呢 那耶稣就很明确地跟他们讲 讲出他们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信心小 如果 他们的信心能够像一粒芥菜种 就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了 我们再来看 雅各书第一章 第六节 雅各书第一章 第六节 雅各书第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第七节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这里 我觉得这个形容很棒 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如果我们的信心 就像这样子 在海中被波浪这样吹动翻腾 那你可以看那个画面 那海浪 就是上上下下 以下的那边 以下又那边 那你想想看 我们的信心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心中有疑惑 所以心中有疑惑的人 雅各这里这样讲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 所以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有疑惑 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求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边也提到 耶稣据选十二个门徒 试给他们权柄 全部都能赶出污鬼 并且他们可以抑制各样的病症 而且主委曾经设立了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到各城各地方去传福音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 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 也服了我们 所以由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门徒都有赶鬼的一个权柄 也曾经赶鬼致病 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小孩子的父亲 带这个小孩子来 他们却不能把鬼赶出去 感觉上好像之前有权柄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权柄呢 这个权柄好像有一个保固棋一样 现在保固棋一到 以前有效 现在失效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整个情况来看就是 在那个时候 门徒他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个 属灵状况 无法把鬼赶出去 而不是主的能力失效 这一点我们要很明确地知道 是当时 那时候的状况是 那些门徒属灵的一个状况 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 而不是主的能力失效 所以关键点就是在 门徒当时属灵的一个状况 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看生命纪第33章25节 生命纪33章25节 在旧约260页 旧约圣经 两百六十页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这境界我们应该都很熟 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我们过的每一天都是神所赏赐的 神也把这个日子所需要的一些力量 赏赐给我们 所以当你过什么样的日子 神就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你过什么样的日子 神就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那我们是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有过着每天 让圣灵充满的生活吗 我们有过着每天读经 听神话语的生活吗 我们有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吗 因为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我们再看回来 马可福音九章 九章二十九节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新约六十页 耶稣说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这个祷告底下小字 有写到禁食 就是要禁食祷告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 鬼总不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以色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 在旧约的五百九十二页 旧约五百九十二页 以色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那时我在雅哈瓦河边 宣告禁食 为要在我们神面前 刻苦挤心 求祂使我们和妇人孩子 并且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这里以色拉宣告禁食祷告 是为了在神面前 刻苦挤身 表明心智 表明他们的决心 所以禁食也就是要表达我们 对这件事情的在意 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所以要刻苦挤身 另外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新约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新约的两百二十三页 十二章十三节 十二章十二节 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这里勉励我们 祷告要恒切 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要恒心迫切 叫恒切 平常我们就要养成每天 祷告的一个生活 每天祷告就好像 我们在累精能量一样 我们不是遇到事情才来祷告 当然不是说 遇到事情才来祷告 那没有效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要保持 让圣灵充满的祷告 这样子 祷告 我们就会更有权柄 更有能力 我们再看回来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一节 九章 我们再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治病有多少日子了 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二十二节 鬼女士把他扔在火里水里 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 我们 帮助我们 当他们把小孩带到耶稣面前 在二十节 这边提到 耶稣后来从山上下来 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 后来就把这小孩带到耶稣面前 那他们就带了到耶稣面前 那一看见耶稣 这里形容 这里 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这乌鬼故意让小孩在耶稣面前 更为严重 叫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但在这个时候 那一般来讲 假如我们的话 碰到这种情形 当然我们马上就 马上就赶鬼 哇 这么厉害 这么严重 病得这么厉害 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马上去 斥责这乌鬼 他没有马上把他赶出去 反而他很淡定 他很淡定 好像没什么事一样 他就问他父亲说 小孩得受这个病有多久了 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 他当然知道这小孩的生病状况 那为什么他要问 他是要试验他父亲的信心到哪里 结果他父亲回答说 是从小时候生病到现在了 那我们相信 他从小到现在这段期间 应该有很多很多人 亲朋好友 好意地介绍各种医疗的方式 哪里有出名的医生 甚至有提供各样各种的偏方 还是什么等等给他 但始终还是无效 所以他们 这父子他们一再抱着希望 但却又不断地失望回来 所以他才会对主耶稣这样说 二十二节 他才会对主耶稣就说 如果你能做什么 那其实关键不在于主能做什么 也不是主做不做得到的问题 而是你信得到吗 他因为之前的一个经历 一再的失望 所以宗使现在看到主耶稣 他就说 如果你能做什么 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信心了 那我们知道 在人是不可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人常常会用过去的一个经历 来限制我们现在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 常常我们犯的毛病就是这样子 过去的经历 限制了我们现在该有的信心 那像我们在教会这么久 其实我们也看到 在现实当中 也曾经有人介绍 生病的人到教会来 你生病到教会去了 在外面医不好 到教会来目到 那第一次来 没有感觉 甚至打电话去说 没有感觉没有比较好 甚至还比较严重 那他还会来吗 没有信心了 可能就不会来了 所以信心很重要 我们再看23节 马可福音9章23节 23节 耶稣对他说 你如果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24节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对小孩的父亲就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 马上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这里小字写着 流泪 为什么这父亲要流泪 为什么他要哭 因为他自己的软弱 他才会哭 他想到他自己的软弱 他就哭了 在18节 18节后面 后面这一段 他这里写到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他这里跟主耶稣讲 你门徒 我有请他帮我赶 他们也赶不出去 其实关键是 他自己信心不足 但他信心不足 自己的软弱 那却把责任推给别人 推给这些门徒 所以 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关键 这小孩子 他里面有记载 又聋又哑 所以 当 对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我们跟他说道理 我们跟他传福音 他怎么听进去 他听不进去 他听不到 所以 这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时候 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讲道理的时候 对方听不进去 那当然他没有聋 没有哑 但是他听不进去 怎么会都没感觉 其实这就是魔鬼 让他在灵里面聋掉了 所以他听不进去 那我们看这小孩子 他又聋又哑 那他只能靠他父母 但父母又没有信心 而且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那 他父亲没有信心 没有完全地相信 却又怪说 你这些门徒能力不够 他没有想到说 是自己信心的原因 所以问题是出在自己 不是别人 就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些同龄 可能会写代导单 要教会来参名代导 那往往 其实有时候代导很久 那个关键是在自己身上 不在于说 当然代导 艺人代导的功效是有效的 但是 往往关键是在自己 教会帮你参名代导 那 你自己有横切祷告吗 还是单子丢上去 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有没有横切祷告 那就像这个小孩子的一个状况 这小孩子生病了 那是需要他的家人 他的父亲 一起来同行祷告 不是靠小孩子自己 所以我们有横切祷告吗 还是只是 代导单写上去 我们只是形式上的祷告 早晚祷告 吃饭祷告 好像一个形式上的 所以 当他父亲 流着泪 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就帮助他了 主就赤着那乌鬼 吩咐鬼从小孩里头出来 再也不要进去 主耶稣对误鬼这样说 出来再也不要进去 可见了 有机会的话 鬼还是会进去的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很多疯子 发疯的人很多 那这种人都没有药医 那没有药医 就是人家就会跟他讲 这种到教会去才有效 去找牙收拾好了 结果就真的到教会来了 那到教会来之后 也真的医好了 主耶稣就帮他医好了 因为医生都没办法 那医好了之后 一段时间 他有一天又复发了 又失常了 又开始要打人了 跟以前一样了 那后来去了解原因 原来 他邻居 就是隔壁村庄在拜拜 那就要他去 那隔壁村庄吃拜拜 他也就跟着去了 吃完回来 乌鬼又进去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要 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当我们得到恩典之后 我们要过着圣洁保守的一个生活 不然是会给魔鬼留地步的 今天晚上我讲了这段济世 其实我们都很熟悉 那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信心都有不同的程度 当然我们信仰也有高潮低潮 那像亚伯拉罕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因为他因信称义 神为了要试验他 曾经要他献上他的独生子 伊萨 那要把他当作反击 他当下恶话不说 凭着信心 就要去献上他的独生子 每次谈到这个亚伯拉罕 就会让我想到一个 一个犹太妈妈的故事 有一个犹太人的妈妈 他有七个儿子 前面六个儿子 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前面六个儿子去打仗 都暂时在战场 都在牺牲掉了 在战场死掉了 那就剩一个 那那个征召兵丹又来了 所以他那个最小的儿子 第七个儿子拿来兵丹 就跟他妈妈讲 妈妈我不要去 她说你怎么可以不去 她说万一我去 我又回不来了 那你不就剩下一个人 那这妈妈就笑笑地跟他讲 没关系 你放心地去 如果你真的没有回来 那你到乐园的时候 你碰到亚伯拉罕 你记得跟他讲 你说亚伯拉罕 你献上一个儿子 我妈妈献上七个儿子 你记得跟他讲 结果他还是去了 这儿子还是去了 所以 这位犹太妈妈 她能够献上她七个儿子 我相信是因为他生性 终使七个儿子全部离开了 但到那日 全家一定会在乐园相会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献上七个儿子 所以 我们知道信心是要经过操练 主借由每次的患难 要来操练我们 要来累积我们信心的一个强度 我们知道 约伯遭受那么大的患难 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心 保罗遭遇许多许多的攻击 他信心 能难不改变 彼得虽然被关在煎熬里面 但是他能难熟悉 一点也不担心 一点也不烦恼 因为他满满的是信心 我们最后来看一节经节 西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 第三章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是到什么时候 就是主来的时候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在灵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凭着真实的信心 得到主耶稣的称赞 以及荣耀尊贵的赏识 今天晚上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唱诗 在孟居中大折尽 百里面 spécial